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此来表达父母对子女的爱护之心 但事实上在自然界当中 这并非是一条颠覆不破的定律 研究表明 如果小老虎沾染上了其他动物的气味 或者出现了一些生病之类的特殊情况 母老虎反而会杀死小老虎 之所以会如此残忍 那是因为动物毕竟是动物 它不是人 没有人性也没有思维 可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件事 非同寻常 异起异常的火在背后 却潜藏着一场亲情的对峙 事发在江州省淮市的双湖村 2019年6月13号凌晨3点 村民杨某和妻子正在熟睡 突然他们被一声巨响惊醒了 睁眼一看 他们惊呆了 蹦了一声 那个声音很大的 一看眼一睁 这个都是火光冲天的 房子全都烧起来了 这可不得了 他和妻子立马准备逃生 可是就在这一刻 更惊恐的一幕发生了 窗外头突然飞进了一个 找到火的瓶子 正好砸在床上 脚到我们床上面 被子床垫什么的 全部焦了 杨某和妻子迅速冲向屋门 很让他们没想到 门居然异常难开 就好像被人从外头 故意锁上了一样 夫妻俩使出全身的力气 亲命也撞 幸好门被撞开了 他们终于超出天赋 异常火灾 死里逃生 算是万幸了 可是好好的家 怎么就着火了呢 杨某报了警 警察很快就赶过来了 大火被覆灭之后 调查也随即展开 但是这一查呀 却让人疑惑了 凌晨三点 也不是做饭的点 户主杨先生 也没有抽烟 也没有将火星 掉落在 毅然屋上面引起火灾 这可就蹊跷了 难不成火灾当中 存在着人为因素 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警方就开始了 更仔细的调查 可是调查刚启动 却有一件 让人极度不可思议的事情 发生了 双湖村附近的司法所 打来了电话 说他们所里来的一个老人 精神状态很不好 他说他自己犯了大错 而这边老人的身份 才是今天这件事的重要 老人不是别人 正是杨某八十多岁的老父亲 在这儿呢 我们也解释一下 事实上呢 老父亲跟杨某是住在一起的 而在火灾发生后的第一时间 杨某就发现父亲不见了 他就以为父亲是被大国给吓跑了 他正打算去找呢 而现在呢 父亲居然去了司法所 还说这边发了大错 他发了什么错啊 警察赶紧就去了司法所 可是一去才发现 杨某的父亲 那个身体状况不对 整个人呢 几乎都昏迷了 我们已经来不及管 这位老人 是不是他想的那样 犯了大错 我们一腻不问 第一感觉是先救人 我们立即将老人送往医院 经过医生诊断 老人的昏迷 是因为他服用老水药 一类的有毒物质 幸好送医及时 再加上医生发现老人服用的老鼠药是过期的 一番抢救之后 老人脱离了生命危险 事页说到这儿 我们可以来捋捋 先是村民杨某的房子 无缘无故起了大火 然后是杨某的老父亲不见了 再然后老父亲出现在了司法所 说自己犯了大错 对你还一度视图自杀 一系列的情况 似乎都把原因指向了一个 让人不敢相信的方向 果然老人接下来说了这么一句话 同儿子你 他也死 他也死 我放火了 我在家门口放火了 烧儿子的 这着实时让人震惊 老人竟然会动火去烧儿子而洗 这不仅不符合常理 更违背了人的这个情感本能 更何况杨某祥都八十多了 本该遗养天年 进享天伦 又怎么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 经过审问 警方了解到 杨某祥之所以去司法所 是因为他误将在里任成了派出所 想去自首 很快 经蒋长院批准 公安机关已涉嫌故意杀人罪 将杨某祥逮捕了 2019年12月23号 案件开庭 八十多岁的杨某祥 带着镣铐 在法警的积压之下 颤颤巍巍地走进了法庭 根据证据材料 法官张祖超认为 杨某祥的这个犯罪事实 已经十分清楚了 可是面对这么一位 八十多岁的老人 张祖超的心情十分沉重 他说他审案三十多年了 却几乎没有遇到过 这么特殊的犯罪嫌疑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怎么能忍心去杀害自己 亲生的儿子 包括儿媳妇 那么杨某祥老人 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让人意外的是 在法庭上杨某祥老人 似乎不太愿意做说话 看得出来杨某祥老人 情绪不稳 心情低落 可是这么大一件事 不可能没有原因 张祖超决定启动调查 张祖超了解到 杨某祥老人有三个孩子 两儿一女 大儿子在县城工作 小女儿更是远在南京 只有二儿子杨某仍然在家乡 所以杨某祥跟老伴 长期就与二儿子一家 生活在一起 既然是长期生活在一起 杨某更是案件的被害人 当然首先就得找他了解情况 很快杨某就表示 他有可能知道原因 因为就在火灾前一天 他还真就跟父亲吵了一架 杨某说那天天气炎热 父亲屋里头有空调 他就劝了父亲开 可是父亲却觉得 开空调太费电 思来想去的杨某祥老人 居然想了这么个办法 从马路上 人家死了人 把不要的被子 什么东西摔掉的 他就捡了一条回来 跟这个门也要疯上 捡了这么一条棉被 杨某说他当时难以忍受 可是面对老父亲 他还是妥协了 没有把棉被丢掉 只是提了个小小的要求 封在外面不是很难看吗 然后我们就讲是 你要封可以从来边封 不要封在外面太难看了 可是杨某说他没想到 这么个小要求 父亲都不肯 特别的固执 这下杨某说 他的火一下子就来了 两个人吵了起来 吵着吵着 杨某越来越生气 因为父亲这么去外头 乱捡垃圾 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早就忍无可忍了 环境被他搞得一套活 那都是就这回那种生活 他这个房间里 你都不能进去看了 看了以后你感到很恐怖 而杨某祥老人呢 也觉得活得很 他觉得自个儿干点啥 还得被儿子约束 这怎么行呢 所以呢 杨某告诉张祖超法官 他觉得父亲就是一怒之下 动了杀心 这才对他动火的 纵火烧儿的原因 竟然只是为了一条旧棉被 这听起来让人有点不太敢相信 要知道 这可是父子 是血肉至亲 就算是有矛盾 有争执 吵了架 但因此父亲就纵火烧儿 这似乎还是说不通啊 所以了 会不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对于这样的疑问呢 二儿子杨某果然露出了感慨的表情 他承认 他们家确实有着比较特殊的历史原因 这一切都得从父亲年轻的时候说起 杨某说 父亲是一名剃头匠 几十年来走遍了附近的村落 一个人赚钱养家 勤劳呢 肯定是不用说的 可是勤劳之余呢 却养成了父亲在家里头发号施令的这个习惯 一旦有人忤逆他 他就动用暴力 我的父亲的话 他基本上头脑都缺乏脑筋 就是说我们村上没队上没人的尽头 然后就在他跟你讲 其实是开他个玩笑 就是说 是我的母亲在天里面骂他呢 他然后就跑到天里去 就去过去打我的母亲 而对他们三位子女 杨某说呢 父亲更是严肃无碗 脾气八糟 不管是在人多的时候 他上去也可以打理 就是吸引嘴巴的 所以说那时候就是很满面的 我在学校的时候 我有时候走路 我都是踢着墙根走 相当直白 怕精神人就是这样 没有那种引游的快乐 小孩引游的快乐 在杨某看来 年轻的时候 父亲就不顾亲情 频繁茂利 年纪大了嘛 一路之下 做出杀害儿子的事 也就不足为奇了 杨某的意思 我们都明白了 看来这场灾难 是源于一位老父亲 本身情感淡漠 心狠手辣 但是很快呢 情况出现了转折 转折是来源于这两位 杨某小老人的小女儿 和大儿子 大家听了或许不敢相信 这两位是这么说的 小时候肯定是从他的 小时候老儿不是现在这个模样 那小时候他年团年 长得非常好看的 就是我分家的时候 我也让他照顾一次 那时候分家 我们放开来什么都没有的 他去留给老儿 说来说去呢 其实意思就一个 那就是三兄妹当中 父亲对二儿子养谋 其实一直都是最疼爱的 这也就怪了呀 这与杨某的说法似乎不太一样 并且更加矛盾的是 最后父亲反而要送我烧儿子 那对此呢 杨锦年和杨芳却给出了一个 更让人惊讶的说法 我不惊讶 只能说父亲 稍微幸恨那些 人家虎都不是子吧 对吧 真的是可能感到绝望了 这话就太不寻常了 纵火这可是威胁到他人生命的事 杨锦年和杨芳的话里头 竟然还有一种并不意外的感觉 难道说纵火的背后 杨家其实还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杨家老父亲还另外有理由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犯下大错的巴寻老父 又会得到怎样的判决呢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 手机嘉义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刚才我们说的杨家大儿子和小女儿 站出来了 给出了令人惊讶的说法 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 首先杨锦年和杨芳承认 父亲的确比较暴躁 转至他们俩从小也受过不少委决 首先是杨锦年 他说自个儿是化工厂的一名工人 他这一辈子都是被父亲耽误了 那个时候地不允许晃着 父亲他一辈子没中够地 他不敢提的合 我家地在哪里他都不知道 没办法我再有下来从地了 我现在见到我过去的同学老师 我都没年轻人 而杨芳呢他则表示高中的时候成绩优异 可是因为父亲并不支持 所以他没上同学大学 他到时候六十几岁了 他经历跟不上 然后我就上大学 当时的话农村的话 一般真的是很费劲地 供一个大学生 最后杨锦年对父亲是这么冲结的 最后的思想观念里 就没有说把那一个儿女说能捧一个身边人前 尽自己最大的路的这种去愿望 他就一辈子他就怕他自己受罪 虽然心中有怨 但是杨锦年和杨芳都认为往事已 可是老二杨某呢 他就不一样 由于大哥和小妹呢 都家在外地 多年来父母都是由老二照顾的 这不错 但或许是因为记仇 也可能是因为性格使然 据说呢 他对父母的态度并不好 我爸爸经常跟我讲嘛 他说我的二哥心太狠太多了讲 真的太多了 独 这个词分量可不清 那么杨芳指责的独究竟独在哪呢 对此大儿的杨锦年说了具体的事件 他没吃猪饭 就个母亲壮用 父亲不给他吃 他说他自己能弄 能猪 看来老二杨某在父子关系当中 也是存在过错的 甚至就因为这样 让兄弟姐妹都觉得 父亲是被逼上绝路的 这才放了活 但是对于这个指责呢 杨某却觉得委屈 为什么 杨某回忆 由于父亲一贯的高压和暴力 再加上生活琐事太多 所以这些年来 虽说是住在一起 但是父母跟他真没少吵架 再往后呢 他结婚了 他以为矛盾会平息一些 可谁知道 不减反增 从我结了婚以后就跟我们吵 而为什么结婚后吵得更凶呢 杨某表示 那是因为自个儿的母亲 王大娘跟妻子产生了不可调和的 婆媳妇矛盾 这么一来不得了 别看父亲年轻的时候 对母亲脾气也很不好 和这个时候 父亲却坚定地站在了母亲一边 甚至还为此跟那妻子动起了手 我结了婚大概一个月时间 这个我父亲就打了我老婆 后来没办法就要分家 杨某就说了 这父亲简直就是暴力到老 竟然还打着媳妇 这怎么能让他容忍得了 当然对父母的态度就有所变化了 其实事情说到这儿 对于矛盾的根源 或许不难理解 这一边杨某觉得 父亲一直对自己不好 脾气又坏 结婚后更是对自个儿的妻子动手 让人忍无可忍 而另一边 老人他反而觉得 自己一直对二儿子是最疼爱的 可是住在一起 怎么二儿子对自己一点都不消失呢 这就像一个恶性循环一样 或许说不清楚是谁先开始的 但是最后肯定是导致 双方的怨恨情绪渐渐积累 多年来亲情渐淡 矛盾加深 这样一个背景下 谁都没想到 2019年又出了个意外 正是这个意外 导致杨家老父亲 跟二儿子杨某的矛盾 进一步白热化了 事情是这样的 2019年初的一天 二儿子杨某养的这个鸡飞进了母亲 王大娘种的这个菜地里 王大娘一开就火了 他说我记着吃他的菜 我说没吃 没吃 他偏着吃的 然后他就捡个六条子来打我 打我我给他躲下来 我说我是不是的 然后他就跑到马路上就叫狂喊 说二儿子打我了 一听这话杨某说 他妻子也怒了 于是婆媳矛盾大爆发 争吵之后 王大娘不想再跟这二儿媳 待在一个屋檐下了 就要求老伴 骑三车车 带自个儿出去散散心 可这一散呢 那竟然出生了 王大娘还出了车祸 不仅是双腿受了重伤 还伤到了脑部 从此就患上了二次海默病 一次吵架 却导致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杨某祥老人特别生气 不过杨家小女儿杨芳表示 当时考虑到二哥跟父母的关系 也为了让母亲接受更好的治疗 他立马就把父母接到了南京 按理说这是个不错的安排 避免了杨某祥老人和二儿子 再爆发矛盾 可是天又不测风云 不久之后杨芳居然意外 遭遇车祸伤了腿 没办法 他只好又把父母送回到了二哥家 由此可见 到了这个时候 杨某祥老人对二儿子一家的态度 何止是不满 简直连面都不愿意见了 在这种情况下 再回到二儿子家当中 在日夜相处 杨某祥老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心态 就连杨某自个儿都说 父亲曾经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他就早就想治疗了 他跟我讲了几次 带着这样的情绪 时间这就来到了2019年6月 此时我们再回看棉被事件 那还只是一场棉被引发的争吵吗 显然不是 棉被不过是压倒落筒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杨某祥老人压抑许久之后遭受到的最后一击 所以他才会决定释放仇恨 点下那把火 然断了本来就已经所剩无几的亲情 至此背后的原因已经基本上整清楚了 那么杨某祥老人究竟会得到怎样的判决呢 张篤超法官认为 原因之外 从法律角度来说 最需要明确的就是二人的杨某 究竟有没有尽到赡养义务 如果有这样的行为在 我认为被害与明显的过错 这将影响到我们的量子 特过在庭审审现场 张篤超向杨某祥老人重点询问了 二儿子杨某的赡养情况 包括他到底有没有提供一日三餐 杨某祥老人呢是这么回答的 二儿子不休战 他平常在早饭中够了 你第一次说他早饭路面太早了 你吃不下去是不是 由此法官认为 二儿子杨某并不存在明显的 不尽赡养义务的行为 而接下来还有一点 那就是杨某能不能原谅父亲呢 要知道被害人是否出具谅解书 对于判决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那最后再说到父亲 杨某呢给出了一句这样的话 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承担 因为他们也年纪大了 因为就是包括以前的事情 他也不可能替你承担什么 他因为他一辈子他就是自私的人 尽管仍然没有给出正面评价 但是思考过后呢 杨某还是决定给父亲出具谅解书 也不再提起年代的民事责任赔偿请求了 他毕竟是父亲 虽然做了这种事情 而这便于谅解他父亲的不理性的行为 也是考虑到可能去浓于水的这种关系吧 没想到儿子还愿意原谅自己 杨某想老人有点觉得不可思议 终于在法庭上说到 其实纵火之后 看着火烧得那么大 他也是很后悔的 有了杨某的谅解书 再加上事后鉴定 杨某和妻子都属于轻微伤 并且杨某祥还具有犯罪未遂 自首和年满75岁以上 这三个可重新处罚的情节 所以判决结果如下 案件至此似乎结束了 并且结局还让我们感受到了几思暖意 可是事情真的就这么结束了 大家注意 杨某想老人被判的是缓刑 也就是说他将不必前往监狱复兴 而是住回家里头 出去谅解书是一回事 可是继续把老父亲接回家一块住 二儿子能同意吗 让人意外的是 庭审过后还没等二儿子杨某表态 小女儿杨芳就主动表示 他要把父亲接到南京去 让父亲安住晚年 至于王大娘 大儿子杨景年说 他已经把母亲送到了养老院 由专业人员照看 那天才今天老年吃点下坡 办法再又放到养老兵 我们静止去看看 不怎么弄的 到陈里边跟不放 到处红桌灯 你妈就要出事 回看这件事 回看家中的这些风风雨雨 杨景年还说了就这样的话 本来没有这个事情 你只要凭自己的良心 把你自己责任尽到了 父母这么大年年也活不了几年 最后的结果让我们稍感欣慰 二儿子杨某出去了谅解书 大儿子和小女儿也承担起了照顾父母的责任 可是这起案件以及我们对案件起源的追溯 也让我们看到情感传承的重要性 什么叫情感传承 那就是父母对于情感的态度 会直接影响到儿女成人之后 对于情感的处理方式 就拿杨家来说吧 杨某想老人年轻的时候不算是个好父亲 暴力冷漠 还可能有点自私 从来都没有在家庭当中建立起爱的氛围 所以我们会看到 反过来杨家三个儿女对父亲过去的行为都会有抱怨 二儿子更是对父母也缺乏爱与包容 从而形成了诸多矛盾 最后导致悲剧发生 曾经听过这么个比喻 说家马就像一棵树 你给他阳光雨露 他才能知返夜貌 如果你给他的是雷电风暴 那么就算他顽强长大了 那么也有可能跟进并不那么扎实 希望每一对父母都能够给予一家更好的生活氛围 这样不仅有助于孩子的成长 也有助于自身晚年生活的安稳与幸福 好 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 那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各个应用市场去下载手机交易台客户短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我们下载手机交易台客户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载手机交易台客户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